這樣講的應該不是我 真錯人了 對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 就是我是一個精神科醫師 然後同時開了一家餐廳這樣 那跟大家報告說我為什麼要開餐廳 那就是有一個夢想的話 一實踐它很棒的事情 因為我有兩個夢想 一個是當一個不錯的精神科醫師 另外一個是有一個不錯的療癒空間 那兩個夢想怎麼辦呢 有些人就是說 那個你要focus 你要放棄一個 另外有些人就說 你要先做完一個 然後再做另外一個 有些人就說這兩個你都想要 代表你沒有那麼想要這兩個 所以都放棄吧 你要找一個真的想要第三個 那如果是我的話呢 我就一起做 那這兩個夢想 其實可以一起的互相的結合 這樣 所以今天講的巨塔內外的療癒探險 那巨塔內就是剛剛講的在白色巨塔 剛剛我在6點半就來了嘛 6點半嘛 對 然後後來就突然被摳走 因為那個我們科內的教授說 欸 恩年啊 那個我在跟學生吃飯 你來跟學生聊聊吧 然後就要馬上坐計程車過去 對 這個就是醫院的 就是白色巨塔嘛 就是有那個長官指示啊 使命必打這樣 那 那外的話到底是怎麼樣探險的 那這是 這就透露我年齡了 這個是我們畢業的時候 那這是我大學的好朋友 幾個好同學 那大家都走上不同的科這樣 對 第一個呢 就是當像一樓一樣走上神經外科 那第二個呢 就是像大特號史一樣走上那一科 其他兩個走上最流行的嘉義科 那 我的話咧 對 我的話呢 就比較特別 我是對心靈的世界很有興趣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自閉症的小孩 看到你站在這邊 看到旁邊有一個駝駝 那個駝駝 它會怎麼樣 它會把你當空氣 然後一直去盯著那個駝駝 看了幾個小時這樣 好 還是看著它轉 然後一直笑 那把完全不把人當人看 然後對那個物體的旋轉特別有興趣 這是非常奇妙的一個心靈現象 那包括說 有些精神分裂的患者 它是有很多的一些心靈的世界 是我們很難想像的 所以在我去實習 精神科實習的時候 就對 就對這些病人 他所描述的 我想要去他的心靈世界去探索 這樣子 所以走上精神科 這條不歸路 走上去之後發現說 其實我們在處理的是第一線 常常在急診就是自殺的患者 那什麼樣的患者會被我們處理到呢 就是自殺但是沒有死的 他就會送來醫院 所以我就想說 其實很多人說自殺死掉的 那我們根本連碰到的機會都沒有 那甚至連台大的醫生都會得憂鬱症自殺 在醫院裡面注射藥物自己死掉 所以大家看到右上角那個自殺死亡 就算大家心理工作者努力之下逐年的下降 但是每年還是有三千五百多個人 甚至很多人是我們不知道的 沒有統計到的 所以就是講到說巨塔之內巨塔之外 就是說大部分的醫生我的同事我的長輩都在醫院裡面 對 那其實在醫院外面很多的病患是需要幫忙的 可是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醫院裡面守候著 對 那 就像精神科的疾病喔 就算是精神分裂症那麼明顯的疾病 大家會猜大概多少人會 他至少看過一次醫生的 不管是哪一科醫生 好 沒關係 大概就是只有40%有曾經看過醫生 所以60%就是在外面顯晃 而且可能變成遊民 所以我們曾經有幾個遊民因為亂被抓來醫院 然後我們就成功的把他改造成正常人這樣 對 就是變得時髦的阿伯出去 對 那 那士成呢 那士成也不是那麼順利就來醫院 那士成都是在外面求生問卜好幾年 所以我們把他治好的時候 他就會回憶那些求生問卜的經驗 非常的可怕 就很多人在他身上撒符水啊 劃刀啦 他在那個念符咒啦等等的 所以 這些人其實是很晚才送到醫院 那憂鬱症 躁鬱症的患者呢 不到10% 所以大部分呢 其實都不知道 可以來接受醫療的幫助 那 其實我心目中的醫療的照顧最好的 就是要有三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 要夠Active 就大家 大家就守在醫院裡面嘛 如果能夠踏出來 就找到一些患者 其實是需要幫忙的 所以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跟著那個台大的肝炎的教授 去到處做肝炎篩檢這樣子 對 那那時候就知道說 原來社區有好幾個人 他可能不知不覺 他就得了肝癌 然後我們去掃超音波才發現這樣 那 第二個就是要有持續性 因為常常 大家 病人來可能就看了一次 他就跑這樣 對 那他來Doctor Shopping 那我們 我大學的時候參加那個醫療服務團 是去那個台東的達人鄉 去做那個群 原住民的衛教跟小朋友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只去一次的話 那一點效果都沒有 只是旅行團而已 所以我們就是每年都去 每年都去同個地方 都去同個國小 然後久了就會發現說 那些小孩慢慢的長大 從小學變國中 其實越來越成熟 那有不同的成長問題 可以跟他跟我們討論 那第三個就是 這個醫療照護還要夠 這個 夠便利性 就是說我還要去醫院掛號 還掛不到 那要一大早去排隊 或者說這個 這個很貴等等的 所以要夠 足夠的便利性 那其實這個 我去澎湖的時候 就有一個咖啡廳 是我每次放島休都可以去 去澎湖當兵的時候 那個 在那邊就得到一個很好的療癒 所以我覺得咖啡廳是很棒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 我就來到了這家餐廳 在有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了一個老闆 跟一個這個 在那邊打工的一個女生這樣子 後來那個老闆呢 就那個藝術家就說 我要去畫畫了 那你們有沒有興趣 把這個餐廳接下來這樣 那我跟那個女生就接下來了 那接下來之後我們才發現說 欸我們不會煮啊 那要幹嘛 那要怎麼辦 對 那時候很 那時候呢 我以為說餐廳只要有理想熱血跟廚師 所以就發現說欸其實沒那麼容易 所以後來呢 就是我跟老闆娘 欸在那邊拍照了一個 對然後就 我們就開始 就是花半年的時間 好好的準備餐廳 把所有東西都翻出來清點 然後看什麼缺的 缺好多的 去台北市各處找 廚具 然後無數式的試菜 每次可能在醫院九點十點下班 就回來試菜 試菜完就洗碗 洗到半夜 因為沒有錢買 快一點 就用在那邊 去到你 那邊 你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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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